第一节我们先讲面向对象 为什么叫讲面向对象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常说的设计模式 这23种设计模式都是基于面向对象的 虽然说我们接下来讲的设计原则 就是设计这个词是大众的 但是对于具体的模式来说 它都是基于面向对象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面向对象先讲一遍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GS是一种弱的面向对象的语言 虽然说它也支持面向对象 但是它不像Java是一个强面向对象语言 所以说很多GS的初学者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面向对象 所以说我们这儿必须要讲讲面向对象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章 怎么去讲面向对象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大家开发环境 因为是我们在讲面向对象的时候 肯定不是说照着文字照着图 就给大家讲完就完了 我们要通过这个GS6代码 来一边讲一边演示 所以说我们在讲之前 肯定要先把环境搭起来 然后那个代码能跑起来才行 第二个是在这个科学环境基础上 我们再去讲什么是面向对象 一边讲着我们一边去演示 这其中比较主要的是 我们会讲到面向对象三个要素 这下面都会有 我这儿简单说一下 包括继承 封装和多态这三个要素 好接下来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UML类图 就是面向对象 我们是讲出来的 但是如果是想要通过图形的方式给大家表述出来 一块开会 一块做设计 一块写文档 一块交流 都需要用到一个类图 UML类图 包括我们在网上搜 什么设计模式 什么设计模式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搜出来的肯定也是类图 所以说 我们讲完面向对象之后 我们就跟你面向对象的一些语言的一些特征 我们就去讲讲 这个一般的UML类图怎么画出来 就是图和代码怎么去对应起来 好 讲完这三个之后 我们再来个总结 这面向对象的知识 基本上就OK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讲 好 下面我们开始搭建开发环境 先用PVT来把各个部分都列出来 然后我们再具体的代码演示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处置化NPM环境 之前我们要保证有Nodex要安装 然后处置化NPM环境 然后是安装WiPack WiPack是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打包工具 对吧 安装WiPack dv server WiPack dv server是WiPack集成的一个 本地服务的一个环境 代码写完之后 我们肯定得预览吧 肯定得测试吧 是吧 在本地看一下吧 跑一下吧 那就需要这些工具 然后再是安装WiB BIB才能解析这个ES6语法 对吧 ES6语法目前在浏览器端 支持还不是那么好 所以说我们通过BIB来解析 因为我们讲面称对象讲 设计模式肯定是要用到ES6语法的 我们不可能再去用ES5的语法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一开始我们要进一个空间价 我们要命令号进一个空间价 然后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本地 有Nodexs NPM的环境 大家看一下运行这两个命令 看一下 如果没有 大家就去网上去搜一个安装就行了 我们直接从网上搜索Nodexs 然后进入这个Nodexs官网下载最新版就行了 因为我工作原因呢 我电脑上一直是6.G的版本 这个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下载最新版 如果你的版本比我的版本低很多的话 你要去升级 因为我们这儿是依据这个V6这个版本来讲的 V7V8这种新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如果是低于V6的话 你要升级一下 好 然后这个弄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进行我们的第一步 就是出入化NPM环境啊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执行这个NPM Innate一个命令 好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一直回车就可以了 好 最后他会问你是不是要保存这个文件啊 这是最后生成的一个文件 内容是这些 那我们就选择yes 好 然后完事之后呢 大家通过这个代码工具打开这个文件夹 里面就有这个packager.decent这个文件了 里面呢就是一些配置 其实我们暂时还不用管 还不用动 就这样就行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根目录 创建一个src的文件夹 就是这个根目录 大家跟着我一块操作就行了 src 创建完之后呢 我们在src下面建一个叫做index.js 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随便写点东西 比如说我们写成alert一般 好 这样建完之后呢 我们就现在这不管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安装webpack 对吧 安装webpack呢 我们就在刚才这个命令行的这个文件夹里边 我们去npm install webpack 然后webpack cr 然后后面是刚刚 src-dv 好 这样其实就可以回车了 但是为了我们安装的快一些呢 我们可以去npm.淘宝.org 这个网站里面呢 我们去复制一个 镜像的一个地址 它可以让下载的更快一些 这个地址 然后复制过来之后呢 我们站到这来 好 最后我们一块回车 好 大家可能需要稍微等一会儿 不要着急 我们接着往下来 这个不影响 我们在根目录下需要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webpack.dv.config.js 好这个文件确实是个gs文件 对吧 然后呢我们把它写成 内容写成什么呢 module.xpos intra就是刚才我们这个src里面这个index.js 这就是入口文件 就是打发的入口文件 output呢 我们写一下配置 output呢 pass我们写成 dlname dlname就是当前的目录 filename写成什么呢 写成 release里面的 fondle.js 这是入口文件 就是刚才我们自己建的这个文件 对吧 我们已经建好了 出口文件呢 目录是当前目录 然后文件名呢 是release文件夹下面的这个bondle.js 这个release文件夹 它会自己运行的时候 它都会自己创建出来 我们不用管它 好 这就是这个文件 我们已经建完了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一会儿出来看一下 这个 已经安装完了 好 大家其实在做的时候呢 可以等了它全部安装完 你再建这个文件 也可以跟我一样同时来建 都可以 好 这样的话 就这个命令行 安装完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packager.json 这个文件 好 这个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devdependence 这个属性 这里面呢 就是把这个webpack webpack.crr 都已经写在这儿了 就说明我们 是开发需要依赖这两个的 而且版本也有 好 大家注意 如果是你看 那个 教程的时间和 我现在录制的时间 我现在录制的时间 大约是2018年的 5月底 6月初这一块 如果是时间间隔比较久呢 你要注意这个版本 就是你这时候的版本 可能会比我这时候要 如果高很多的话 后面的语法可能会不一样 这个时候呢 你要及时向我来提问 我会给你解答 如果时间跟它很近呢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你就照着做就行了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做一步 就是还是修改这个package.decent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修改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去把这个script修改一下 现在这里面呢 只有一个test 对吧 然后我们不管它 我们接下来 我们写一个dv 然后 运行webpack 刚刚kvig 就是说我们要运行webpack这个命令 然后呢 我们把配置文件指向 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webpack.dev.kvig.js 对吧 然后我们 它要求设置一个模式 模式我们就设成development 就是开发者模式 好 这样的话我们保存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自己写一下 我们保存 然后呢 我们到命令行中去 然后我们运行一个 npm run dev npm run dev 这个意思呢 其实就是我们 要运行 这里面配置的 这一段命令 我们看一下什么效果 好 大家看 它提示已经出来 这么一个文件了 只要是这种绿色的 基本上都是成功的 如果是失败 它会变成红色 好 我们看一下 之前 我们配置的这个地方 说是在本目录下 release文件下 有bunner.js 对吧 会生成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bunner.js 然后bunner.js 里面呢 就已经生成了 大家看有一个 r100 对吧 就已经生成了 这个什么效果呢 我们暂时先不用管 我们接下来会说 这至少是我们第一步 我们配置wipack 就已经配置好了 好 我们这一节先到这 最后来会变成了 开始 我们下期见